去剛才的整個架構 那我們現在就特別是想要針對媒體的部分 我們所謂的媒體的部分做廣告的監測 其實主要是指三個部分 就是電視廣告、廣播和網路廣告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至少在選前三個月 我們會把所有的這個候選人或是政黨 他們在這些電子媒體和廣播 或者是網路上面的這個廣告 我們都有一個完整的收入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去分析說 就是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他的製作成本 他的播出的成本 所以特別針對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就會需要一個大量的資料庫的一個測入 然後測入完 還要把這個資料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那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跟那個蔡佳宏有一個研究計畫 但是我們機會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們目前只能夠鎖定六個選區 那為什麼會選定這六個選區 主要是因為他這六個選區 因為他剛好用兩個系統牌可以cover 那我們需要側錄的話 主要是側錄那個 他們在系統牌NCC容許你 插播一般的廣告的這個八個頻道 我們進行側錄 我們另外還會有就是說 側錄全國性的一個新聞的 我們會另外委託 等於是專業公司在側錄全國的新聞頻道 但是就是說那我們只能夠先做這六個 那如果說我們這個系統大家有興趣 就是說它其實當然可以做 就是全部的73個選區的都可以做 但是如果說如果有時間或是說精力有限的話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會建議大家可以先考慮這五個選區 包括台北有兩個 士林大董 還有松山中山 還有新北市 新莊 樹林 新莊跟板橋 為什麼會這五個選區 因為就是我們在做研究會希望說 那個樣本可以反映說不同的 那個選區的那個競爭程度 是不是有現任的立法委員 還有它的那個藍綠的一個分布 所以會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同樣也是會希望就是說有建讀的有工程師 還有反正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來幫忙 我其實最後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提議其實是希望說 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不過因為我跟佳宏斯另外有一個研究計畫 所以也會很希望說 其實這個平台是有另外的朋友可以接起來 那也許我們會比較更適合這樣 更妥當 對 謝謝 好 謝謝彥徒 那下一位是宇婷 然後再次